各位股民请注意啊 今天A股迎来了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挑战 A股3300点啊 闯关战正式开始了 这里你看到的是机会还是危险呢 这才是擦亮眼睛的过程啊 八大股平再提醒啊 春节期间我多次告知啊 3300点这个位置确实存在短线波段性的问题 但切记再次亮明观点 这个位置是机会 机会 机会 为什么那么说呢 青仓派怎么做 空仓派又该怎么做 重仓派又该怎么做 这条视频全都给你答案啊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一股市复盘的走势经讲内容 在分析近期A股走势前啊 咱们先看一下节中所有的消息面 以及外围的走势啊 其实从节中来说啊 咱们在放假的那几个视频之中 已经告知了啊 并没有利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外围呢 一定要注意啊 涨幅是很大的 包括什么港股啊 是开门红 而且呢 纳斯达克美股指数 整整涨了7% 想想啊 代表外围市场是一个 很强大的 对A股市场开盘 塑造利好的过程 那么在我昨天 乃至大前天 那个视频 在告知盘前思想的时候就说过 A股市场在3300点附近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距离3700点附近是倒数第二个压力区 为什么呀 一定要注意呀 咱们得认真听 当你听完之后就明白这个位置到底是机遇还是风险了 这个位置确实会存在什么踹一脚啊过程 这是不是我前面说的一个正题 以及说啊 思路啊 那么这个踹一脚的过程 咱们该怎么样应对 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啊 咱得好好听 以及看看多方面主力外资再怎么做 你就明白现在该怎么做了啊 在飞行之前 听答题话啊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前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评金讲 下午点收评金讲 提前预判和沙盆推演A股大局势走向 你得加关注啊 每天准时准点来看啊 咱们继续网上说 首先一定要切记啊 对于现在来说 A股市场确实存在一个什么呀 自己看 从一个K线图来说 上午确实是先扬之后 干什么 后翼了 对不对 高开之后有一个小跳水的过程 在我昨天乃至大前天分析视频的时候就说过啊 这种过程大家千万切记啊 不要惊慌 第一从消息们来说啊 一定要注意啊 外围没有利空的情况下 那么咱们已经高开达到第四个缺口了 这个位置实话实说 但凡是有点脑子的都得知道 这个位置即便是先扬后翼呀 都是干什么呀 补一两个缺口什么的 对不对 而且呢 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 你要明白 咱们节前里长盘是很大的 那么节后这些里长盘他得回来 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在市场这中尽量的寻找一个廉价的底部位置回来 懂不懂啊 你要记住啊 主力和咱们不一样 因为咱们呀 很多小伞是直接追 对不对 包括在昨天我还说过千万切记啊 现在不许追 要懂得 节后啊 确实会存在什么先扬后翼呀 等那个时候你再低吸 是不是我说的一个直话呀 那么这种过程预示是什么呀 预示说主力呀 有可能还会塑造一个 比如说往下踹一脚啊 然后呢 再次凶击的牛式风格 再次讲啊 你要记得关键词 是牛式风格 说完了主力的动机啊 你就明白了 哦 他是为了回踩一下 寻找地位筹码 进行潜伏 对不对 那么这种过程咱们还害怕吗 并不害怕 再来看一下外资 就能非常没发现啊 外资今天 已经在这么一短时间 达到了当日净买入132亿 当日净流入140亿 注意啊 我在做视频的时候是10点半 你想一想 代表什么呀 它是一个全面流入性状态 那么外资近期所形成的是什么呀 是春节前1000多亿 然后春节后呢 好家伙 一个多小时又进了100多亿 想想 这代表什么呀 代表中场线思维 你记住了啊 你就安心拿着吧 因为今年经济要向上 疫情开放这种复苏的道路 扩大内需 以及目前所有种种高层的一些迹象 都是想让A股市场形成一个再次拉升的过程 那么外资竟然看得清这一点 咱们为什么看不清 对不对 大家一边跟我讲啊 一边去评论区写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都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去玩说啊 说完这些呢 咱们再看一下 有人说了 为什么说啊 3300点附近确实会存在一个啊 什么下踹呀 或者说这种过程呢 因为你记住了啊 首先大家看图啊 我已经很久没给大家画这个图形了啊 你注意 前面我说过啊 从2885点 其实它有一根特别强大的上移攻击线 那么前面两次呢 到了这里都形成了一个支撑 对不对 但是你看没有看到 它被跌破了 那么跌破之后啊 只要认识霸道股评人都知道啊 当他第一次攻击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什么呀 就是支撑变成了压力 懂吗 所以这个位置啊 在3300点附近 确实会迎来咱们春节之后的一个震荡盘 甚至调整盘 它的目的呢 你记住了啊 有人说了 会不会他想回踩下方这四个缺口啊 你切记啊 一定要注意 现在是牛市之兆 所以你要明白 牛市之兆啊 并不会把所有缺口补齐 他最多也就是补齐 一至两个缺口 也就是这里和这里 记住了啊 所以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碰到了压力区 它的回阻 你得明白 第一是从主力来看啊 他需要把节前的离场盘回来逢低布局的过程 第二 外资还在强大的流入 那么这个位置 你说你是中长线的投资者 你应不应该动啊 不应该动 知道吧 那么清仓空仓呢 切记啊 现在你们不要占了便宜还卖乖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如果节后真的存在踹一脚的过程 或者说回补一两个缺口的过程 你记住了啊 这里要懂得逢低逐机加仓 因为这有可能是最后给你们的千金难买牛回头的过程了 所以这个位置我建议大家啊 还是逢低逐机布局为好啊 一定要注意 包括啊 这个位置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自己看 其实A股市场现在啊 不单纯是那根斜行向上的趋势线 再形成一个作祟 那么在前面我说过啊 有一个粉色方框 始终是2022年的一个很强大的什么呀 一个压力盘 甚至中筹线 这个位置所有的资金都被套了 那么现在呢 它这个位置不正好是在闯关 它的边缘区的这个箱体吗 你自己看 原来那个位置是不是啊 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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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掉下去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到了这个闯关区了 所以你要懂得 哦 原来是啊 一个斜行向上趋势线 一个压力在作祟 还有一个是前面2023年的那个箱体在作祟 外加主力需要逢低布局 外资呢还在疯狂的买买买 为什么呀 因为外资不在乎那个超短局 你这三五十点的回彩 他在乎的是中国股市今年的一个向上模式 主声浪甚至牛市的过程 所以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注意啊 你就基本明白今天A股市场 你应该怎么做了 真的吗 我再记下啊 现在A股市场剧本 还是按照咱们的思想在做 为什么呀 因为在节中我说过啊 先扬后翼踹脚的过程 叫做千金难买牛回头 那么当很多人都在思考着 今天到底是不是开门红的时候 其实那都是废话 有什么用 你现在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呀 是A股市场 这个回彩是那些青仓派空仓派 真是可以逢低逐级布局的时刻 我再记下啊 首先这次回彩 我个人认为不会跌破 3150点到3200点区域 切切啊 这个位置不会跌破 个人感觉最多也就这点区域 而且有概率都达不到 甚至补齐一个缺口之后 就又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要懂得逢低逐级布局 甚至即便这里形成一个买套 我认为都值得 为什么呀 因为后面的大行情 你从外资的流入就能看出 一定是一个不菲的 所以这种区域切切啊 中长线无视 不要动 超短线呢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比如说到了3300点 你可以控制控制仓位 这是不是我说了 那么你这个仓位控制完了之后 要懂得逢低逐级布局 切切啊 八道股平在此提醒啊 我的视频永远都是提前预判 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最终结局 是否那样行走的过程 截至目前为止啊 咱们的分析还是正确的 但是你要看待一个问题在哪呀 在于到底能不能真的去信服我这个说法 如果感觉幸福的话 那么这里你记住了啊 安心持股 等待千金来美女回头之后的一个再次拉升局啊 所有提醒大家一句话啊 八道股平的专栏课程 今天早上又一次更新了一个 如果2023年有牛市的话 怎样选股的课程 现在点击八道股平头像 然后进入专栏区那个位置购买这个大课啊 切记啊 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呀 边学习边享受这个牛市 就这么简单啊 好了 新朋友记得加关注啊 老朋友记得点赞 咱们下午五点啊 再来看一下全天的走势 来分享A股收平 下午五点不见不散 下午五点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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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